约书亚纪第四章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,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,对他们说,你们下约旦河中,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,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,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,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。 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,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? 你们就对他们说,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,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,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。 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 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,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树木,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,都尊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醒了。 他们把石头带过去,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。 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,在台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,直到今日,那石头还在那里。 台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,等到耶和华小玉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,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。 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。 众百姓竟都过了河,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。 流遍人、迦德人、马拿西半支派的人,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,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。 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,在耶和华面前过去,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。 当那日,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。 在他平生的日子,百姓敬畏他,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。 耶和华小玉约书亚说,你吩咐台法贵的祭司,从约旦河里上来。 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,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。 台耶和华约书亚就吩咐祭司,从约旦河里上来,脚掌刚落旱地,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,仍旧涨过两岸。 正月初十日,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,就在吉甲,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。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,约书亚就立在吉甲,对以色列人说,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,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?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,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,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,等着你们过来。 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约海干了,等着我们过来一样。 要是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,也要是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